首先關心的是遭到男友暴力相向的 立法委員高嘉瑜 監視在律師的陪同下 開記者會說明事發的經過 高嘉瑜表示自己見識到人性 最黑暗最恐怖的一面 也說自己視人不清 覺得自己很蠢 記者會上他數度哽咽 更希望自己是最後一個受害者 也希望站出來能夠借此鼓勵 更多無法為自己發聲的女性 勇敢拒絕暴力 幾次調整呼吸 高嘉瑜才終於把羈押在心裡的話 說出口 回憶起被暴力對待的過程 他覺得觸怒對方的理由 讓他不明所以 但那晚讓他感嘆 這是他第一次見識到 人性最黑暗恐怖的一面 他傳小孩的照片給我 然後請我幫他買小孩的東西 就只因為是這樣 然後他就抓著我的頭髮 然後脫行 然後報答我 這整個過程從晚上可能十點多 一直持續到天亮 他還勒著我的脖子 然後我都覺得我快死了 想到事件曝光後 家人朋友的擔心 以及這段時間承受的精神壓力 讓高嘉瑜數度哽咽 除了第一時間覺得非常丟臉 他也選擇逃避不敢面對 加上對方握有兩人的私密照 所以當下只能繼續隱忍 那因為他手機裡面確實有很多關於我們 我們之間可能有一些不雅的照片或是影片 那他曾經也試圖拿這些來脅迫 不管是之前女朋友或是拿很多的東西來脅迫我 希望說林先生他能夠把這些資料影片能夠交出來 那律師有跟他聯絡 但是他都沒有回應 高嘉瑜表示他跟林南交往初期 就發現對方情緒容易失控 會威脅 恐嚇 逼他下跪 也隨時在偷拍 錄音 並強調他在政治圈 企業界 學界都有很多人脈 藉此恐嚇 脅迫對方順從 相信其實比我更弱勢 更沒有能力的這些女性 其實在被他脅迫之後 其實是更孤立 更無助 如果我是最後一個受害者的話 那我也算是就是 在這件事情上是有一個貢獻 高嘉瑜提到被施暴當天 飯店人員曾在走廊 募及林南對他怒吼 事後林南請飯店拿冰敷袋 買藥 也都沒有引起飯店人員疑心 回想起兩度措施被援助的機會 高嘉瑜再度哽咽 他希望自己今天站出來 能鼓勵更多無法為自己發聲的女性 勇敢 拒絕暴力 記者臺北綜合報導